一名身穿白色衣服的小男童 把整只右腿伸进轨道 另外一只脚还踩在月台边缘 离谱行径令人傻眼 有民众7月17号下午5点多 在安坑新轨14张站目睹了这可怕一幕 时机回到当时月台 旁边没有任何防护 而月台与轨道上下高度离得相当近 目击者拍下当时两名小男童 在月台追逐嬉闹 白衣男先把脚踩了下去 没想到左边蓝衣男有样学样 下一秒竟伸出右脚 往铁轨方向上空踢了一脚 实在相当危险 一群小朋友没有家长跟在一旁 其实早在下车之前 一群人就在车厢内来回奔跑 向座位严重影响到其他乘客 甚至还用双手拉着吊环 上下摆动还以为是在练体操 列车近站月台边灯号 都会亮起红灯 提醒不要站得太靠近 这次却出现一系列脱续行为 听北捷运也回应 将会依大众捷运法第50条处理 开罚1500元罚还 感觉会不会撞到 不是很危险 他把脚放在那边 那就不对了 那家长要顾啊 只是轻毁车站多为无人车站 没有站务员 时时刻刻在一旁 出门在外是否有预取行为 除了懂得自治 也只能靠全民相互监督 记者黄英俊 陈轩 新北报导 我是哈远宜 不用说故事 写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正义的拿证据说 被掩盖的挖出来说 非主流观点 我有勇气说 用心说好2300万人的故事 我是哈远宜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